前面大家都知道 中国出台了一个海警法 授予海警开火权 现在 日本人也宣布 不排除在钓鱼岛使用武器 可以说最近几年 围绕着钓鱼岛 日本人把它称为尖阁列岛 展开的这种 双方海警之间的纠缠 越来越多了 我们经常能看到 五千吨级的中国海警船 和两三百吨的这种 日本的防卫艇 伴随在一起 围绕着钓鱼岛航行 对中国的出口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美方从2018年开始 针对中国的一些限制 所以中国外来的科技产品中 越来越多的有赖于日本和韩国 而且涉及到出口的这个级别 有一些涉及到专利 涉及到机密 涉及到高性能的东西 韩国不听日方的劝阻 日本还曾经 对韩国半导体行业 涉及过制裁 那么逐渐 中日两国之间 在经贸上的合作 越来越大 许多日本公司 在中国的获利 大于在日本市场的获利 这就让情况认为 它有更多的底气 来跟日本人叫板 但是之前我们知道 在东海有过石油勘探 日方提了抗议 进行了武力的威胁 中方很快就把这些勘探船 这些海上石油勘探平台 都撤走了 但是钓遇到这个问题 它始终围绕着中日两国之间 隔一段时间 就会引起一轮高潮 无论是香港派的保钓船 中国这边发起的反日游行 基本上每年都会看到几次高潮 今年是由中方搞这个海警法 赋予海警自卫犬 允许他们开火 导致事态逐渐地在升级 我们看到很多人 针对二战 从浙江的一些机场 有飞机飞往日本本岛 进行轰炸 所以很多人非常天真的在那想 日本是个弹丸小国 前两天又有七点几级的地震 举国一片还滩 可以说民间 对这种一一带水的邻里关系 是发自内心的抵抗的 虽然中国的经济 许多基础的材料 包括机床 都需要从日本进口 但不意味着 习胖这个领导层 和普通的老百姓 不坚持对日本的反感 那么中间一些技术官僚 搞经贸的 可能认为这个不能闹大 但习胖不是这样想的 海警在未来呢 差不多有三个战场 南海这个战场 由美军的军舰在 比较危险 即便出现什么波折 也是单舰之间的较量 那么台海是 大家更多关心的方向 而且事实上 台海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 前几天有个朋友还问我 说习胖对台进行 武力犯台的概率有多大 他认为60% 我跟他说 我个人认为100% 我们现在看到 日本人又开辟了一个战场 东海不是没有可能 出现中日两国海警 之间的战争 原先有很多人 比较哈日 认为这个日本的海军 非常强大 像出云这一类的 其实就是航母 只不过他打着 两栖攻击舰的名字 他不仅能起降直升机 而且能起降短距起飞 甚至垂直起飞的F35 而且由美国允许 日本进口的F35 并不是日本的主力机型 它们更多的将是许可证生产的 本土化的F35 它同样的拥有高通量的数据链 它不仅能作战 而且能指挥 未来日本在台海爆发危机的时候 甚至有可能 利用它们的F35 为台湾空军的F16 进行数据引导 所以在这一刻 围绕着钓鱼岛方向 中国海警 与日本防卫厅之间 发生冲突 或者说先发生冲突的 这种可能性 不是没有的 因为习胖 要屏蔽战场 它不像梁光烈时代 那种 不怕美日参战 巴不得把美日拉进来 在近海 一阵打的作战思路 其实更多的是通过主下 希望经济上的关联 拴住日本 用海警 与日本防卫厅的舰船 在钓鱼岛方向 进行一个短处的碰撞 双方 坐下来弹 甚至可以答应你 更多的好处 让你在台海发生战斗的时候 不要惨战 至于美军 他们认为 第一舰队正在恢复中 印太 司令部 主要是为了保卫南海的航路 在台海方向上 有可能会放弃 他们在国内给自己鼓起 做了很多预判 甚至找到了许多美方智库的一些文章 来强调 至少是让自己相信 美国人不会惨战 所以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 就看到了东南亚有很多国家 已经发出了战争的预警 他们非常担心 疫情还没有结束 笼罩在东亚头上的战云 更容易 大家都应该知道 每一次 世界进入危机 进入萧条的时候 想改出来都很难 有没有可能最终 还是选择战争 这是人们非常担心的一个点 我们看到 日本目前宣布的这种政策 事实上 让这种担心 变得不那么多余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